Hello, 大家好 如果你想來劍橋定居的話 會不會覺得劍橋市的路是比較貴? 會不會考慮一下遠一點的地方? 今天介紹這個叫聖尼亞斯的地方 在劍橋市的西面 駕駛半小時多一點 其實這個地方的位置都蠻方便的 如果你在劍橋市駕駛向西面走 例如去Milton Keys的Ikea 或去Blackford看車 都會經過這個城市 也有火車去倫敦 又或者是北上的 聖尼亞斯的人口 在劍橋郡來說是排第三 僅次於劍橋市 所以在生活配套方面 都是很不錯 基本上都是自給自足 附近的環境都蠻漂亮的 其中一個自然保護區 我那天走了一個圈 都蠻寧靜的優美的 我就看了這裡一個新樓盤 不如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現在去看這個示範單位 它就叫做四房 看看這邊先 這個就是客廳 以客廳來說 如果以四房來說 就好像不算很大 這個客廳 不過這裡呢 我們先進來這裡 有條很長的走廊 去到這個 這個其實是飯廳 連廚房 不過相當大 始終這個單位都比較大 還有也有個 儲物的 空間 電錶 都在這裡 看到它的用料 挺不錯 看看也挺不錯 你看這個爐 這個爐超棒 在這個飯廳還有一個沙發位 非常長 這裡真的 請朋友來這裡 就開心了 這邊呢 就有個廁所 應該是 廁所 就是這樣 廁所 這個應該是車房位 來的 進不下去了 現在 比較特別的就是 這間雖然是四房 不過呢 都是這樣說 四房是睡房 所以多了一間這樣的房 他們就不算 不算一間房 這個書房就不算數了 四房的意思是睡房 我們上去看看 樓梯在正中間 上面這個 走廊位都相當闊落 那就去看看主人房 先吧 哇 今天陽光很光亮 主人房相當大 就有兩邊衣櫃 這邊一個衣櫃 另外這邊也有衣櫃 有一個假露台 搞笑 其實這個露台也站不到人 不過就變了好像落地玻璃 很光亮 然後看看這裡 你看這裡 就有一個比較 我覺得算是挺大的廁所 企缸 挺大 而且有窗 沒錯 那我們現在這裡 去 這個第二間睡房 也是這樣 我覺得這個正常尺寸 這個是家庭浴室 有窗 很重要的 有窗 你知道這個冬天 也很潮濕 沒有窗很麻煩 那 可以看看這個 這個是比較小的房 第三間房 都不小 原來衣櫃在這裡 它是單人房 但是 又有更大的衣櫃 這裡 挺好放 這裡 這是第四間房 我覺得很大 整個主人房 這麼大 還有一個位置 可以放一些 不同櫃 有窗 很多窗 這間房 這間房 不錯 看回它的窗 就覺得用料是不錯的 我那天說錯了 其實那是一個 utility room 和車房 這隻四房的價錢 大約是50萬磅 如果是三房的 那些 全部都是三字 樓盤連結 已經放在下面 希望你喜歡這條片 麻煩給我一個Like 亦希望幫到大家在劍橋找我 下次再看 拜拜